台美颱风才刚走 可是现在又来了一个康瑞 您没有听错 就在今天的下午两点钟 菲律宾东方外海热低压 正式增强为今年的第15号颱风康瑞 正朝着台湾东部外海部部的逼近 气象局指出 如果康瑞移动的速度还有路径不变 最快明天下半天到后天的清晨 将发布海上颱风警报 局陆上警报的时间还要再观察 卫星云图上可以明显看到白色云系 在菲律宾东方海面蠢蠢欲动 就在26号下午两点钟 这个热带性低气压正式增强为 今年第15号轻度台风康瑞 目前是距离鹅兰比还有800公里的海面上 未来会朝向北北溪移动 其实也就是会朝向台湾这个方向来移动 所以我们是有可能会发海上的台风警报 也不排除是有可能会发布陆上警报 台风康瑞的中心位置 在俄伦比东南方大约800公里海面上 以时速17转13公里速度朝北北溪前进 进中心最大风速每秒18公尺 七级风半径100公里 气象局说按照康瑞目前的前进方向和速度 预计最快27号下半天到28号上午 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陆上警报还需再观察 那距离最接近的时候呢 是从29号一直到30号 那在星期三28号这一天呢 则是它逐渐的接近 所以我们的天气就会开始受到它的影响 气象局日本气象厅和美军估计 康瑞最可能从台湾东部外海掠过 对本岛的影响 关键还是要看太平洋高压势力的强弱 一旦高压未来几天增强 康瑞不排除直接扑向台湾 台风步步逼近 28号开始天气受到影响 一直到30号 全台多严防阵雨或是雷雨 终于先章号翻新用于台北 台湾报道